把这个购物车模块的service接口啊 写一下 因为我们已经想好怎么做 那就写代码啊 其实只要你想清楚了 再来写代码 就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写代码嘛 机械动作 先建一个接口是吧 放一个包 叫做 就是come.do it.shop.go车模块吧 点service 为啥 然后取一个名字叫做卡特 设为啥 没问题吧 然后里面写了几个方法呗 增 那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先用中文搞出来 结构换一下 3 改 然后呢 查 说 哪个增 public 布尔直 然后爱的 爱什么拖 卡特 可以吗 然后你要传一个什么 优着 爱丽或者优着扣的是吧 然后死罪 商品 商品 int 商品 我购买数量 by by number 行不行 说ok了 然后删除 public 布尔直 remove item from 卡特 应该应该有一个用户 id 有一个商品 id 完事 是吧 改 public 博尔直 阿波 data item by nambu 是吧 然后传一个 商品id 好吧 优的id 传一个 商品id 你要改哪个 传一个 你要改成哪个数量是吧 by by number 完事 查 public 类似特 接下来以后大家在返回之类型的时候就不要写arraylist 写个list的接口的引用是不行 只有在new的时候说必须写实现类arraylist 对吧 new的时候就必须写 只有引用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你用list就好 我们要变向接口变成是吧 整个的彻底一点 是不是所有的引用都类型都用接口 list 然后呢 cut item 然后get get all items 要传一个什么 user id 说完了 只不过这个类似吧还没有 没有建一个 这个是cut这个模块里面的一个pojo类是吧 这个pojo类啊 原来描述一个事物实体的 就是购物车里面的一项商品的 建一个吧 放在哪个包不要放在service我们就放在cut店 pojo 放在这个里面啊 放在这个里面啊 现在在那保存 不报错了吧 当然这个你要写一下 这个 这个 本实体类用来描述购物车中的商品信息是吧 然后这里面应该有一个private stream pid pid 是不是那个商品的id啊 然后 然后呢private stream p name private p float price 其实它还有个什么商品的图片只是我们的商品一直没有搞那个图片属性吧 按理说是吧一个商品都有图片的 好像没要了啊没要了 然后还有个private int int by number 好像就这些吧 就这些 然后 get 和 sets 然后再来一个to to string 可以吧 然后还来一个 构造 函数 空的 再来一个带 带餐的构造 函数 然后再来一个 sets的方法 这些全了 sets sets里面为什么这个要报错这个不报错 我一直没给你讲这个是吧 这个super是啥意思 是 调它的 负类里面那个构造方法 就先执行一下它负类里面 构造方法里面的逻辑吧 但是我们这个cut item 我有说继承哪个东西吗 但是它隐形的继承的一个 ob ject object里面那个构造函数里面啥也没有 那你执行了也等于 没执行 好 那这构造函数 可以调负类的构造函数 这语法上是不是允许 在你自己的这个类的构造函数里面去调负类的构造函数 这是允许的 就是子类的构造函数中可以调用 负类中定义的 构造函数 是吧 所调调这个函数就是执行一下它在里面写的逻辑吧 啊 那就相当于你这个子类的构造函数里面的逻辑 包含了负类的逻辑加上你自己的这些 逻辑吧 对吧 就可以这么调 当然你也可以不调 不可以删了 也可以不调 你没有必要是不是不要去调 啊 好 什么时候有必要呢 等到你遇到那个场景再说啊 或者到时候给你举个例子啊 给你造一个场景啊 一般是用不着的 这很复杂的这种类 可能用得着 因为他负类里面可能帮你写一些公共的 构造逻辑吧 就有一部分逻辑 别管哪个子类可能都要执行的 OK我就在负类的构造函数里面写好了 那你子类里面只要 super一下是不是就有了 就有内套逻辑了知道吧 好 那 那这个set方法里面为什么就包错了这个super set里面是不能调成构造函数的 只有这个构造函数里面可以调 别的构造函数好吧 只有在你的构造函数里面可以去调你负类的构造函数 这个就不能有 这个set是不是个普通方法 好吧就不能这么调了啊 好还有一点 这个子类的构造函数里面 你要想去调负类的构造函数 看起来这样写是没问题啊 但是你要是移到后面来 不错 也就是说你的构造函数如果想要执行负类的构造函数 那得先 运行负类的构造函数再执行你自己的逻辑吧 否则他是不允许的 好吧 这是不是也是一些语法 这些语法的一些规定 好 那这个地方其实好简单 我给你提一下之后 你应该能想得起来 万一遇到了 你能想得起来 你要是真想不起来了 你就这么写 是不是他也会提示你错了 这个时候你就想得起来 应该把它放哪里 它上面 所以这种语法我一直没有说很详细的就跟你讲 因为我讲完之后太多了之后你也记不住 但是你在写代码的时候一写是不是一试就知道了 好吧一试就知道 好 当然这个一些细节啊 我们后面几天还会给大家在理一遍 好的 好的 那这个service程啊 增山改查这几个方法是不是写完了 这没问题吧